徐印CM360告诉你泰国试管婴儿必经 是女性生命中一个重要的生理阶段 标志着女性生育能力的结束 然而必经并不是突然而至的 它往往伴随着一系列的身体变化 提醒女性朋友们做好准备 本文将为大家详细介绍必经前的五大征兆 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身体 迎接这一重要的生理变化 一、月经周期变化 泰国试管婴儿最直观的信号之一 就是月经周期的改变 如果你发现自己的月经变得不规律 比如周期时长变短或变长 或者出血量明显减少 这些都是必经前期的常见表现 有时候月经间隔可能会延长至几个月才来一次 这种现象称为吸发月经 这些变化通常意味着卵巢功能开始衰退 雌激素分泌减少 二、热潮红与夜间倒汗 泰国试管婴儿热潮红即突然感觉身体发热 脸部和颈部变得潮红 可能伴有出汗和心慌感 夜间倒汗则是在睡眠中 因热潮红导致的大量出汗 可能会影响睡眠质量 这两种症状是雌激素水平波动的典型表现 也是毕竟前期常见的不适 对于许多女性来说 热潮红和倒汗可能是最早出现 也是最难以忽视的症状 三、情绪波动与睡眠障碍 泰国试管婴儿随着激素水平的变化 你可能会发现自己比以往更容易感到焦虑 抑郁或情绪低落 这些情绪上的波动往往与睡眠问题如入睡困难 夜间醒来次数增多等相伴随 这些症状虽然看似与月经无关 但实际上与体内荷尔蒙调节适合密切相关 是毕竟前期不可忽视的征兆 四、性欲减退 泰国试管婴儿随着雌激素水平的下降 一些女性可能会经历性欲减退的情况 这不仅影响到个人的性生活质量 也可能给伴侣关系带来压力 性欲的改变是毕竟前期体内激素变化的又一表现 同时也是提醒我们关注整体健康状况的一个信号 五、体型与皮肤变化 泰国试管婴儿随着年龄增长 尤其是接近毕竟期 新陈代谢率可能会下降 这可能导致体重增加 特别是腹部脂肪的累积 同时皮肤也可能出现干燥 弹性下降 甚至皱纹增多的现象 这些体型与皮肤的变化 部分原因是由于雌激素对身体组织维护作用的减弱 如何应对 面对毕竟前的种种征兆 重要的是保持积极的态度 采取适当的措施来缓解不适 一、泰国试管婴儿均衡饮食 增加蔬菜、水果、全穀物和优质蛋白质的摄入 减少糖分和饱和脂肪的摄入 有助于维持健康的体重和激素平衡 二、泰国试管婴儿规律运动 适度的运动不仅能帮助控制体重 还能改善心情、减轻热潮红和倒汗的症状 三、泰国试管婴儿充足睡眠 良好的睡眠习惯对于调节激素改善情绪至关重要 可以尝试睡前放松技巧如热水浴、冥想等 四、泰国试管婴儿心理支持 与家人、朋友或专业人士交流你的感受 参加支持小组有助于缓解情绪压力 五、泰国试管婴儿专业咨询 如果症状严重干扰了日常生活 应及时咨询医生 讨论是否需要药物治疗或其他干预措施 喜应CN360建议 避经前的征兆是多种多样的 每个女性的体验都可能不同 了解这些征兆 有助于女性朋友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身体 做好迎接避经的准备 同时如果出现持续性的避经情况 或伴随其他症状 建议及时就医 以获取专业的诊断和治疗 让我们共同关注女性健康 迎接每一个生命的阶段